他就幫忙翻譯 但是不見得翻譯都翻譯得非常好 有的時候可能會 當然有一點點不進完善 不過至少 可以幫助你 那這邊有百分之越高的就是他的那個翻譯的程度越高 所以我們就找到94這一個 然後把他當錄下來 當錄下來之後的話呢 這邊有個ZIP 把他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變成中文化的版本 第一個Babel打開來 裡面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只要把這些怎麼樣呢 把他蓋過去 就是 把他蓋過那個 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那個原來的Eclipse 裡面的這個路徑 也就是說呢 那找到一個 Pri 我看看Pri in 裡面 Pri in 裡面 在Pri in 裡面有沒有 就會 Pri in 裡面 把剛剛那個 Babel 裡面的 這裡 這些 東西 丟到你的Pri in 裡面 不過前提你要先把你的 這個關掉一下 他可能沒辦法載 你要重開之後 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重開一下 理論上應該 因為這個新的版本 好像跟前一個版本不太一樣 我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前一個版本好像會有覆蓋 那這個版本好像沒有沒有出現覆蓋 好像不 是不是這個這個版本 Babel 這個我也在缺 因為這個4.3的跟4.2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找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找一下 這個 就是在 這邊搜尋 Babel 找到最新的版本 試試看好了 講一下 剛剛有一個 我剛剛 download是 92 94%最高那個 那個好像不行 你就download 82 第2高的那個 我剛剛又重新再down一次 我發現好像 最高那個有點問題 你就download 第2的 就是 80% 那一個 download下來之後 這個版本好像就比較OK 這個版本好像打開之後 直接 裡面就會有一個 直接就 裡面就是 Eclipse的目錄 然後直接把它蓋過去 它裡面 同樣會有兩個目錄 然後兩個目錄把它蓋過 你原來的 Eclipse的目錄 他問你要不要取代 你就把它全部取代掉 這樣子 重新打開來之後 你的Eclipse就會是 中文化的 版本 我